有用了 讓我們講一下蔡里佛的用法 剛好在我們本門的套路裡面 確實也有蔡里佛的這個拳法留下來 那我們今天就請陳香山教練來幫我們講一講 三個在蔡里佛裡面最容易被誤解 可是又是非常經典的三大動作元素 在蔡里佛裡面 有一些動作可能是大家比較常會看到的 比如說這個動作 比如說這種動作 回身披掛的那些使用應用 或是這種動作 好 我們先講第一個 吃著叉招 一二三四五 在套路裡面是這樣子 其實我們不要想 第一下午就要打到對方 因為其實說句實在 很多同學在練這個以後 他會覺得說 練的時候很兇猛 看起來好像很厲害 可是用起來好像就不大順勢 對 因為大部分的人在練習的時候 可能是先練一個血 所以看起來我的動作要很大 你才會覺得很兇 對 而且我們練習的時候 也希望你把動作先做完整 做大一點 對 所以看起來就會變成 一二三四五 OK 好 教練我們來按照這個 一二三四 是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按照練習套路時候 要求你的那個節奏 或者是聲琴的話 你轉換到實際應用的時候 你就會出現一個很奇怪的落差感 對 其實應該講說 我們第一下 我不要想 我一定要打到對方 對方的防疫線在這裡 我第一招我可以先破防 第二下是不是就可以打 有沒有 第二下到這裡 如果對方是擋到的 我第三下我就不是這樣子出來 我們立下是不是從中線 我就可以再破開對方的中線 有沒有 第四下我是不是 我又可以出去了 就已經穿過去了 對 所以其實大家要記得 南太裡面很重要的一個中線的原理 對 侯師傅打他中線這句話一定要記得 千萬不能夠 再來就是我們講的 練拳不練步 那你就完全就打不到人 因為你 對 我還站在這邊 還在這裡 對 就人都沒有變化 我第一下擋開了 可是我第二下 有沒有 我就可以打到對方了 應該要貼進來 應該要能夠貼得進來 就是說 我們這些應該是要連的步法聲型 對 所以我們在練其實就是練一種身形 而不只是練手環 對 你如果呆呆站在這個點上 那真的是打在牆都沒有用 對 有沒有 對方閃 我已經進 一路追進來的感覺 對 有點像說 對方在這個點上 所以我們才會講 蔡理柏他是打架拳 一去不回頭 哇 可以可以 好 可以 你上次已經摔到了 這支部可以打到 好 所以教練的意思是說 其實我們這些插招手法 在 還是要再講一下 插 跟 燒 這種 這種手法 不是吃的那一個 這些手法在用的時候 你真正在練跟在用 等質感上是完全不一樣的 對 因為我們在講 我們在練的時候 可能是練一個身形 一種 整個動態的感覺 了解 你真正在應用的時候 你可能是針對一條線 針對一個點 對 我的動作可能就不需要 拉這麼大 真的這麼大 我可能就 這裡到這裡 有沒有 其實很輕鬆的一個動作 然後再來出來 我也不需要 身體變這樣子 可能就是這樣子 對 貼進來 如果對方還會擋這一下 就可以這樣 對 這一下就準備了 所以我就不需要拉這麼大 了解 這可能這樣子 像我們在用剛剛這一組動作 在對的時候 幾件事情 第一個中線 第二個緊湊度 第三個腳步的掌控度 所以如果我今天是這樣 這種 就是挨打的前奏 對 好 好 好 是這樣子 很小的 身體做很小的動作 對 一二三四 好 所以這個變化其實在封寸之間而已 對 哇 對 好 那我們稍微慢一點 讓朋友可以看清楚 就是說 這個其實反手 如果對方的防禦掉下來 那就已經中 對 就算有防禦到 可是我這個插插手其實有一檔二 這個很經典男拳的這個 特殊的這個效果 對 好 所以這邊是把我扯下去 那我只要被影響一下下 我這邊呢 也就破防了 對 對 我就只要有一點點被干擾到 就會破防 對 那像這種其實是很精巧的 蔡里佛裡面的一個設計 對 看得出來是打架打很多人發明出來的東西 對 可是套路我們可能就不是這樣子練 對 因為這樣的話你只會看到手 你沒辦法看到身 所以套路在練的時候 所以我們還是要 有沒有 把身形做出來 對 把身形做出來 所以動作就會大 可是你不能把 應該講說 把 練套路的架式使用在 真的的對打上 扎弓 行權 應用 就是三個不同的環境狀態 都有各自不同的目的 對 那如果你把全速套路就硬把它當成那個 然後說有用沒用 那這是第一個大錯誤 那 剛才我們講的 蔡里佛的一組 這個經典的基礎手法 對 可是蔡里佛裡面有更經典的手法 是這種回聲 回頭這樣打的動作 對 我們剛剛在表現的時候 不是有一組 一 二 有沒有 對對對 然後還有一個更經典的 他多了一個跳馬動作 對 一 二 三 四 對 所以這個動作 是不是講說教練 你在這邊跟我打的時候 你就要想辦法這樣 對 然後到這邊 沒有不好意思 沒有看到 對 因為沒有啊 是不是這樣講說 因為我要用這個達成最大的力量 所以我要用這麼大的東西來打這個點 是這樣子講嗎 還是說 你看我這樣力量都大 所以那教練你要想辦法跳過我再打到我 應該講說 其實 我們套路在編排的時候 他不會只有一種功能 因為他可能會針對不同的情況 然後把他可能的情況需要用到 把他濃縮在這個套路裡面 對 所以等一下 所以教練你的意思 會不會是像這樣 就是說來 我們要打 所以不是只有一種情況 所以我會有時候也要跳著打你 跳著打你 是這個意思嗎 不是 因為 我們講 傳統的武術套路 他在編排的時候 他不會 只是可能針對一個人 不是一對一的擂台 對 因為他需要的是 可能是在 比如說街頭巷尾 蔡市場 尤其是蔡里佛這一套 對 對不對 我們找幫手 被人家擋住了 對不對 所以這時候 比如說前面有一個人 後面 可能 這個翻身動作 對 我們做慢一點 我們慢慢做 對 大家到了 你看我的動作 第一個 是不是 就擋開來 對 瞬間很快 可是我這邊感覺其實沒有很多 你好像 你其實還很穩定 所以我可能的情況就是我第一下出 第二下準備打 接下來我準備再回頭 對 我們再做一遍 1 2 3 所以這個點要馬上對準 對 所以我可能已經過去 又回來了 所以我這邊是不是又另外一下的回頭 對 好 這邊的回頭 沒錯 兩邊很快 對 教練等一下 因為我們現在這樣子 你們這樣慢慢做都是可以 犧牲一下 你自己跑快一點 我們請教練把他的速度做出來 等一下 我們通常可能是這樣 我在這邊吸引你注意力 我在這裡叫啊罵 然後後面那個人 對 這個速度 我覺得就真的是 我都還沒有來得及 因為我本來還想說 我等他來打 對 對 可是我這邊可能已經解決了 你馬上又回來 對 1 2 3 又已經回來了 所以這個中線的準確度是很準 又過來了 所以這些動作 然後我要350度的打你一次 對 我的情況可能是這邊我已經做完了 我回頭像不像 又是另外一邊的 馬上在這邊要回升 對 所以各位同學 有很多時候 你對套路的解釋詮釋 就是你必須要理解他當下設計的場景 對 對不對 而且更重要的是 我們學習武術 並不是很多時候 我們不是為了上擂台 是為了保護自己在一些混亂的情況 對 那那個時候你絕對不會是一對一 而且是 我很專注的只要對付這個人 旁邊的人都不會來干擾 對 所以可能你們會看到很多在擂台上 他們打的動作可能是 對 是像這樣子的打法 對 先不說你看到的成功都是萬中選一 叫統計學上面叫做異端直 所以先不要把異端直當成通直來用 如果你要真的用到這一個動作 第一個 你不能只是你自己在旋轉 你要迫使對方跟著你旋轉 對 對 我好像想要往這邊 對 可是我已經把它帶開來了 對 所以它可能是往這個方向跑的 有沒有 反而就接到這一下 對 這邊我就可以打了 你有一點騙到我的角度 對 所以你說 我以為這是你的死角 結果沒想到就吃到你的手 這邊就出來了 OK 所以我們在練習可能是在練 最遠端的180度 我真的應用我可能只需要到 30度 40度左右的這個角度就可以了 對 所以大家 這段很重要 不是說你不能夠用 而是說你必須理解它的邏輯上 對 我在這個點上 好 我覺得 我到這邊我可以找到實際上 因為我就 結果沒想到它只是一個軸線一動 對 所以我只是這樣 對樣子而已 就馬上就過來了 但是你還是必須理解它原本的設定 不是為了讓你在擂台上使用 對 不能傻傻的 好 好 那 曹理佛第三個有名的動作 就是這個 漂亮的拋槌滑步的動作 對 讓你拋球的這種動作 對 這超帥氣的 可是呢 說句實在的話你看我沒有在怕 來來來 教練 來來來 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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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啪 就如果是這樣的話 真的就是你是被人家當拔打 對 因為你整個人都開掉 對 其實還是我們之前講的那一種原理 我在練的時候 我是練習如何帶動我的身 我真的在應用的時候 我的身可能是在很短的範圍之內使用的 OK 所以剛剛的動作 我如果是這樣 這邊就是空了 對 可是我的動作可能是肥 對 這不太一樣 我們稍微做慢 第一個只是用力 第一個 扯一下 所以我要跟他在這裡看 壓一下 動 我這邊拳頭就很好出了 第二個我只是腰塊 這邊其實很鬆 我這邊貼上來的時候 其實這個拋上來感覺是很舒服 對 我只是鬆 突然把我扯開 對 所以你會發現他的身體是 對 腰這樣子動 我稍微把自己卡死一點 你們比較好看到 好 大概會這樣 所以 有時候不一定是人家出現 有可能是抓拉扯 對不對 這也可以 所以我不要 這樣子 這樣不會有用 所以這種是一個拋的感覺 對 也就是說 不管是接觸拉扯 還是說有這種手的這種動作 對 可能是輕的 只有這樣 然後到這個力量很猛的一下 對 我是說為了這點出 對 所以是為了這個點 幫過來 對 這個就很快了 而且我注意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說 如果我們朝這邊一點的話 教練其實沒有扯開 你的中線其實是盯著我的 對 所以我不會變成是這樣子 這樣子的話 就不行 你就不能夠是 就是 這種感覺 你要 所以我的力量是 這樣 我不知道這樣會不會 應該會比較看清楚一點 你不能夠是 哇 像金剛一樣 這個拋槌的這個動作 對 那今天教練講了三個 大家應該要能夠舉一反 然後我們都給你們三個 三個要能夠整套拳要想不通 所以 第一個不要被 格鬥雷台的邏輯局限 第二個 你如果想要使用在格鬥雷台上面 可以 但是你的思維上面 就必須理解說 套路 跟真正實戰用的角度 角度要調整 對 不只是角度 可能你的動作大小 你也要調整 再來就是 你的 對外的這一條中線 你要很精準 對 就是你不能夠 對 我所有動作我不能 變成是這樣子 像這樣子的話 其實在我看來就是這個面 都打開了 他這個時候就會變成換速度 換肌肉了 對 可是我如果是這樣子 你會發現 其實你看 我現在這樣 我這邊就算轉過去 你看 這個面很小 對 因為這邊已經到 我這邊已經出 所以他這隻手要打我 其實就很難了 不太有機會 這個 因為從教練這邊來看 這是一個動作 對 我這是第二個動作 所以 所謂的攻守合一是指 在這個階段 是一個動作 不是說 撥一下 打一下 對 這樣就是在換 那換的話 他如果動作那麼遠過來 當然是慢 對 就變成是 他是拉之前 拉網八拳 就是網八拳 但網八拳也是很強的 我們也有拍網八拳的影片 大家去看一下 好 結束了 好 結束了